中央集的Andy27日于社群晒出嘉宁去打耳洞的组片 在影片中可以看见他相当紧张的尖叫 而Andy也在文中提到 嘉宁15年前就说要打耳洞 今天终于鼓起勇气来 在打之前还一直狂喊等一下哦 穿耳洞搞得像打针一样 除此之外 时隔两个月没有更新频道影片的良人 今天也终于贴出新片啦 在影片中刚睡醒的Andy 就收到嘉宁的信 和一张要飞往香港的机票 相当不知所措的他 还必须准时搭飞机 更要在香港找到嘉宁 而身上仅存了520元港币的Andy 崩溃直呼在香港要怎么活 经历一番波折后 两人也终于相见 影片曝光后 也吸引高达3.8万人次观看 为啥粉丝也纷纷留言直呼 终于等到新片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